这是我国友邦宏都拉斯总统参选人 Sylmara最新的竞选影片 如何缩短贫富差距是他主打的证件之一 只是为达到这目标 Sylmara也公开表示 如果当选会下令就内外债进行国际审计 并加以调整 并立即与中国大陆展开外交和商务关系 这等同代表Sylmara 11月底若胜选我国和宏都拉斯关系 势必拉警报 Sylmara是宏都拉斯的反对党 自由重建党推派的参选人 她也是前总统的太太 如今大拉拉表态对我国无疑是一大警讯 但外交上的尴尬状况还有这一桩 才赠送我国40万剂AZ疫苗的波兰 服务员带头轮番感谢 不过其外交部长却在当地时间6号表示 波兰承认一个中国政策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她看来台湾驻波兰代表处只是经济和文化性质的本事处 不具有实质外交性质 波兰本来就是中国的邦交国 那我们重视跟波兰的友情 在外交上不是零和 民进党立委直言 波兰外长的说法多半跟大陆施压有关系 靠着美方政策 欧方外交屡有突破 但对岸怎可能眼睁睁看着台湾盟友越来越多 TVBS新闻刘玉俊丑安柔台报道